玉平 祖宗为什么给这座山城起了这个名字 已经没人记得 但从古至今 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县城 从来没有明镜过 玉平四面环山 匪唤猖獗 历朝历代 剿匪都是头等大士 公元1934年的春天 军政长官 剿匪司令马罗 又在全臣贴出了告示 这回想的是赤匪 赤匪 你没听说吗 在南边闹得可凶了 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 说这些人长得红头发 红眼睛 喝人血 吃人肉 公的母的 都是一块的 我不说 内政 报告司令 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司令 这次剿匪要去几天啊 两天 两天就能剿灭赤匪 司令英勇 屁话 赤匪个个都是不要命的 我剿他 兄弟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剿赤匪由省城的大帅负责 我负责侧应 带着兄弟们出去拽一圈放两箱 赶紧回来 要不怎么好意思呢 剿匪的大样啊 司令 告别 来 司令 这次就去两天 两天以后的日子就不变了 不变 本司令娶一媳妇的日子能变吗 是 后天一早就去接亲 把鸡娘子给我抬回来 多余的喜酒 开到百万十桌的 全城发帖子 把有钱的都给我请到 是 出口 我王小红这次一定可以 正伟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第十二封入党申请书了吧 是 请正伟立刻批准我入党 为什么要入党啊 我是医疗队的副队长 医疗队里有好多同志 好多普通同志 都是党员了 可我还不是 不是党员就没有面子了吗 我是为了能够好的工作 正伟 您就不能给我点时间 让我向您汇报下思想工作吗 当上党员以后 我王小红保证七好魔犯带头作用 胡闹 我们党在接受一个新党员的时候 是需要认证考察的 不需要儿戏 我王小红已经参大革命三年了 对党绝对忠诚 请组织立刻考虑我成为一名党员 你张扣我王小红 闭扣我王小红的 你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我王小红 我现在马上要开会 用四国反动军阀 集合了上万的兵力 对我根据队进行围剿 而你呢 就为了个人问题纠缠不咎 这是一个党员的觉悟吗 来这么快 报告 郑培 西边的敌人打过来了 查清楚是哪路敌人了吗 于平县的马荣 通知牌以上的干部开会 你快点 进来打 快点 进来打 滚蛋 四两 打什么打 都别打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打谁啊 让你们先开枪 就是要告诉大帅 咱们积极地参与剿匪 把子弹都打光了 老子还得花钱带养买下 听听了吧 大帅的队伍已经开始打炮了 只要他们一交上伙 就没咱们什么事了 这谷子是非搅了好几年了 搅得干净了 再说了 要真搅干净了 大帅给咱们的军响就得扣一半 买刀 来 帮我的令部打了 后天老子大喜 找杀生 是 正到 沿路 解雇 解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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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怜 那怎么办 我那个伤员不赶快做手术就会没命的 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这是什么话 没有麻药不能做手术 你就应该想其他办法 弹片深入伤员的腹腔 我不做手术我还能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着呢 根据你没有麻药 我辩也给你辩不出来 我也在抢救伤员 你自己的伤员自己解决 队下 同志 你贵姓 我 我姓王 我也姓王 咱们五百年前可是一家子 我叫王小洪 是医疗队的副队长 我在上海读的是西医大学 我给咱们好多同志都看过病 你长得真跳 谢谢你小王同志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你伤得很严重 我必须马上给你做手术 但是你放心 我王小洪一定能救你 只是 没有麻药 会很疼 我不怕疼 真的会很疼 你能坚持得住吗 我能 你向我保证 你一定能坚持住 我 我想你保证 我一定能坚持住 马上手术 给他杀伯让他咬住 给他杀伯让他咬住 准备封盒 没血压了 小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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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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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王队长 人已经不行了 你醒醒 你醒醒 小王同志 你给我醒醒 你给我保证过 你给我保证过 你一定能坚持的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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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没有麻药 谁让你给伤元做手术了 让伤元死在你的手术台上 你哪儿学的医 哪儿学的 你不能怀疑我的医术 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 伤元死在我的手术台上 死在我的手术台上 是因为没有麻药 你比我嗓门还大 我是队长 我不干了 同志们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 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 围剿根据地的阴谋 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 同志们 我建议 为在这次战斗中 牺牲的战友们 莫挨一分钟 我把小红不干了 我们干了 我把小红不干了 继续 我把小红不干了 刘洛张 放碎还是一分之一 那是我把小红不干了 继续 莫挨一笔 你为什么不敢 不让你入党 你就要放弃革命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革命了 我的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 我要求上前线 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你是个女同志 女同志怎么了 男女平等 政委同志 我的军事素质考核 全医疗队第一名 我的射击训练成绩 全团前三名 我凭什么人不能上前线 和战友们一起战斗 你是个医生 有那么多伤人等着你呢 医生 可是我没有麻药 医生没有药 就相当于战士手里没有胶 就在刚才 一名小战士 看上去只有十几八岁 死在我的手术台上了 我本来是可以揍她的 可是因为没有麻药 政委 请问 我到底是医生还是凶手 我王小红宁愿上阵 找宁愿牺牲的人是我 对不起 王小红同志 是我错怪了你 敌人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 好几位同志 那次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活 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 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正准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可以留下 翻炖了 王小红同志 徐挺 你怎么来了 不是受伤了吧 我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我跟这位吵架的事 这么快传开了 不是 我是说小王 小王是我们伴他战士 我对不起他 我本来可以救活他的 就是因为没有麻药 这怎么能怪你呢 我知道你尽力了 你怪我怪谁啊 我刚才一直在想 如果我不给他做手术 兴许他能 能多活一会儿 别哭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正位决定成立几个 特别行动小组 化妆到根据地周围的县城 去搞药 我保密参加 可能 会离开根据地的一段时间 政委 我申请参加特别小组 你 对 我 我老家是玉品的 玉品是离根据地 最近的县城之一 派我回去 我保证五天之内弄到药品 保证你凭什么保证 你们 我告诉你 玉品县的反动军阀 马荣很猖狂 这次就是他切断了 我们的药品供应 好几位同志 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我已经决定 放弃玉品这条线 政委 不能因为有个马荣在 就放弃玉品 早一天弄到药品 就能多挽救一名战友的生命 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吃了也是白白送死 我不怕牺牲 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参加特别小组 你不怕牺牲有什么用 我需要的是药品 不需要你为了牺牲 王晓鸿同志 昨天晚上是我态度的 我向你道歉 没有药品 大家心里都急 相信政委 根据地一定会解决药品供应 我王晓鸿一定能弄到药品的 我王晓鸿一定能弄到药品的 就凭你老家是玉品的 我需要的是药品 不是大饼 报告政委 我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玉品的梅家大药房 您一定听说过吧 药房的掌柜 是我爹 我说 掌柜的 胡团复 哪阵风儿给您吹来了 您有何贵干 夏晴姐 马司令请你们家老爷去喝酒 喜酒 胡团复说了 请您携几位太太都去 马司令专门吩咐 为梅家单摆一桌 金天剿匪 明天娶媳妇 全都是要钱 这个马荣啊 贪得无厌 大太太 马荣送来请柬 明天要娶新媳妇 我知道这种俗事 不该跟您说 可她要娶的那个女人 我琢磨着这事 跟大少爷有关 所以就来禀报您一声 您要是不爱听 就全当我没说了 二太太 二太太 老爷请您去商量 给马思琳做贺礼的事 马思琳要 要娶媳妇了 娶的是 她要娶谁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 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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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马思琳要娶的新媳妇是谁吗 人家是司令 爱娶谁娶谁 用得着 你在这儿跟我笑 我让你笑 滚 滚一点 二太太 哦 福掌柜 老爷 你知道马荣要娶的是谁吗 谁呀 清远镇望花楼的牡丹 牡丹 就是去年贤祖闹着要给他赎身 非要明媒正娶的那个望花楼头牌 他 老爷 那是不好了 你说那个缺德的马思琳 你娶媳妇就娶媳妇嘛 你知道他娶的是谁 牡丹 我知道了 老爷知道了 二太太 您主意多 您可以想个办法吧 大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明天他一转去搅了马思琳的喜业 这不是明摆着挨抢子吗 凤姐 你先别嚷嚷 老爷已经够着急的了 这孽章 他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吧 这孽章 怎么不会呀 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 脾气秉戏我最知道了 从小就不肯服输的 老爷 那个时候大少爷说了 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 您不答应 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 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 明天他要是知道马思琳取的是牡丹 你说他要是知道马思琳取的是牡丹 他会不会跟马思琳拼命 凤姐 有人献严家门不幸 大哥 前山抓了三个仙系 没手的是玉平开药部的梅家大少爷 这小子号称自己也战山为王了 说是来拜山门的 什么 梅大少爷要拜我黑龙山 是啊 信信 告诉兄弟们 一起坚持坚持 大街星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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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梅贤祖 特来拜会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木椒 我说 上面坐着的是黑大哥吗 兄弟这乡有礼了 来者是客 你们黑龙山就这么招待客人啊 给本大少爷上蓝黄糖喝 好酒 真是好酒啊 从哪里来 从我来的地方来 要到哪里去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你身上带了什么 身上 我带了俩兄弟 你说什么 说什么 兄弟 这么说你是有山头的 有 您这是黑龙山 我那是兔尾巴山 山头是有山头 一共就俩兄弟 我全都带来了 什么兄弟 我是你舅姥爷 你 你们笑什么 我这是他亲娘的亲娘家舅舅 那可不就是他舅姥爷吗 你不说话能死啊 不要跟我装枪做事 我知道你是谁 玉萍梅家大药房 在这方圆百里之内 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你是梅大少爷 叔 为什么上兔尾巴山当土匪啊 我爹不让我娶牡丹 牡丹是谁啊 大哥 就是今天我跟你说过的 狗司令马荣要娶的那个 万花楼的头牌 万花楼的头牌 那是个婊子 有志气 你在土尾巴山上称王称霸 又有兄弟 挺好啊 到我黑龙山上 想干什么呀 黑德哥 我想跟您做笔买卖 到了玉萍 有同志会接应你的 说吧 还有什么要求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 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你在跟我谈条件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我是问你需要戴什么武器 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不需要 我不需要武器 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 我现在就出发 王小洪同志 整个根据地都在反动军阀的围剿中 你 所以啊 我要趁天黑敌人懈怠的时候走 我一个人走 目标小 走山路 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走山路去玉萍 嗯 会经过天门山口 不行 绝对不行 天门山口附近有好几座山上都是土匪 其中最大的一只是黑龙山上的 有好几百户土匪 你一个姑娘家的太危险了 郑伟 我王小洪是玉萍人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够安全地通过天门山口 土匪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你不能冒这个险 你们都是外地人 你们不了解玉萍的风俗 这么说吧 我趁天黑走夜落 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明天一早 我一定能到清远镇 到了清远镇 我会雇一顶花轿过天门山口 花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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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在玉萍长大的王小洪知道 无论山上的土匪还是老百姓 都相信玉萍的保护神 红娘子 传说中的红娘子 承恶扬善 无所不能 当年她就是坐着花轿 过天门山口来到玉萍的 清远镇万花楼的门前 也停着一顶八人台的大花轿 这是马戎马司令派来的 他要迎娶的是万花楼的头牌 朴大夫 司令派这么多兄弟来保护花轿 是不是怕新娘子在天门山口 让土匪给抢了呀 放屁 哪有土匪敢抢花轿的 自打有了玉萍县城 这山上就开始闹土匪 可土匪的老祖宗早就立好了规矩 什么东西都能抢 就是不能抢花轿 什么人都能杀 就是不能杀新娘子 这 为啥呀 怕白夜被红娘子掐死呗 谁不怕红娘子啊 几百年了 还没听说过土匪敢抢花轿的呢 司令让你们跟我到这儿接花轿 就是为了让新娘子疯狂疯狂 这是干啥呀 别过来 再过来 我就这样撒 妈妈 你早上了一直这样 说啥都不肯换衣服呀 一早晨了 哟 牡丹 你要是想上吊她是快点啊 何苦站这儿一早晨 你累不累呀 我不管 我不用教育你给把私了 我遇见到她的这一脸的红肉 我就害怕 我要告诉你们 我的梅贤祖会来娶我的 那是我的没有劳 我这辈子是多大的王坤 别说你娘子充忙了 那个梅贤祖去年欠了你妈妈两百块钱 到现在还没有还呢 倒是人家马司令 这样是巴进的为你赎了身 一个大字都不欠 现在人家巴胎大叫 敲锣打鼓子来娶你 你是嫁还是不嫁 我不嫁 我不嫁 你不想活了 我可不想死 把她给我绑起来 让你叫得上去 是 不要轻个点 逃不死我了 大哥 我来啦 大哥 马荣这孙子他喝了多少明治明膏啊 也太够能了 娶媳妇就用这么紧拨花椒 他也不怕寒天 他怎么也得跟他几个当兵呢吧 不是有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吗 谁家娶媳妇也用着防土匪 再说了 他娶个婊子 八成是怕大张旗鼓的让人家笑话 大哥 这花椒我看咱还是别结了 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哪有粉谁的花椒 老三 老四 老五 都死在马荣的手上 咱们黑龙山跟马荣的仇不够担拼 让他舒舒服服的把媳妇给娶了 那我不败活了吗 再说了 没嫁到少爷 还许落三千千大洋呢 那天堂又ść啊 好 好 我公司 跑 我公司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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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 有情况 这是遭了匪的 他娘的 什么事都 土匪连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守了 连花轿也敢抢 也不怕半夜被红娘子炸死 别耽误马司令的好事 奏业齐将 放我出去 你们这群土匪 咱们俩祖宗的规矩都不顾了 新娘子也敢抢 你们不怕红娘子吗 抢了新娘子是要遭报应的 你这红娘子会显灵 死了你们的红肉 喝干你们的血 你们整个渴婚战都要倒霉 来人啊 来人啊 快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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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们看我新兰官这身形头好看不 好看 太好看了 贤祖啊 我是你舅老爷 你啥时候给你舅老爷 我也娶个媳妇啊 好说 不就是娶个媳妇吗 多大点事啊 包在我身上了 谁让你是跟着我混的 把身上的现代羊给我 哪还有现代羊啊 我连个铜板都没了 你忘了咱俩兔尾巴山上 都饿多少天了 我要有现代羊 咱能碍着饿吗 甩得很醋 你放开我 甩得 你放开我 你 你放 你放 你个小兔崽子 我就知道你身上有恍惚 他离家快一年了 我听说之前大半年 在清远镇望花楼里混 整天的是花天酒地 吃香的喝辣的 这后半年 这后半年又跑什么山上了 还带着旧老爷和傻大憨醋 我就想不明白了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是谁背着我给他们现代羊了 我没给 我他想给呀 可也得有啊 一月就那么俩千 我和贤玉还不够花呢 我也没有 老爷吩咐过了 一个现代羊不能给 我哪敢背着老爷 乱花一个钱呢 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呀 这还能有谁呀 我给他 不 大少爷从小在家 吃穿用的都不发愁 这离开家了 身上没有现代羊怎么办 让他要饭去啊 他不是发誓不要没家的钱吗 怎么你给他又要了呢 我也没有给他 这不是旧老爷一直跟着吗 我就隔一个月 给旧老爷一百块 怕他遇到什么事 还留了两条金条 让旧老爷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你 老爷 您可别生气 人家二姐 又没花咱没家的钱 人家从娘家 带来的金山银山 且花不完呢 二姐真是好心肠 自己没有生养 就把大少爷 当成自己轻生的 要什么给什么 我看 要不是老爷在这儿拦着 大少爷 要娶那个妓女头牌 二姐都能给他金条 让他熟去 你 对不起老爷 全是我的错 要骂您就骂我吧 酒 最起码得来个几十坛子 菜药最好的 鸡鸭鱼肉 一样都不能少 二两家的 您看够不够 不愧是没家大少爷 有魄力 有黄祸 还有办不成的事 您放心吧 我保证把你的喜业 办得漂漂亮亮的 那就拜托了 大哥 林仙祖那小子 给了二哥两根金条 那二哥给他办酒席呢 那咱们黑龙山 就成人之美 也让兄弟们 痛痛抠一块地大喝一掌 怎么着大哥 你还真打算 让他跟新娘子拜堂成亲啊 怎么了 大哥那你就把这娘们娶了呗 也给咱们黑龙山压下山啊 小六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咱们这次坏了老祖族的规矩 那也是因为抢马戎的花轿 没仙祖 给咱们三千块献大洋 让咱们帮他抢回花轿 咱们说到就得做到 在这儿 你二哥拿了人家两根黄祸 说帮人办酒席 那说好了就得帮人办好 如果都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 说不定半夜 红娘子正回来找你 哭 是这儿哭 比哭出来更好看 司令 新娘子还跑着呢 要不要解开外堂 别个屁 时辰到了 我亲自给他捡 不许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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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许抗法 不许抗法 快 把老太爷给我抬出来 一时已到 请新人 好 好 好 来吧 别动 爹 看看饿头吧 你儿子今天娶媳妇了 高兴点 一拜天地 好 一拜天地 闭嘴 我结婚 拜他干什么 我不拜天还塌了 地还陷了 司令 本司令结婚 用不着你下教会 里边去 跪下 爹 你儿子今年四十八了 打了半辈子仗 今天终于结婚了 你放心 好好活着 我一定尽快 赶紧生一孙子 给我低胳头 胳头 夫妻对脉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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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入东方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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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龙山宝地成了亲 这是我以大伙之间的缘分哪 我替我们梅家的祖宗 谢谢大当家的 谢谢大伙 我说各位英雄好啊 肉 大口子吃 黄汤 随便地喝 兄弟我 鲜干 杯酱 欢迎订阅 獎 再见